73. 山頭特區晚報 2015年7月4日報章07保健養生心態決定 受長百歲受聲譚長壽心得日本佛學大師重源態度 在年102歲 在他101歲高齡的時後 機者採訪了他 發現他身體健康 每天仍不耕不絕 重源態度能享健康的高愁 主要得益於其推崇的精神養生法 即在日常生活中重視情治的吊滅及心態的調整 讀大學時 重源態度得過腎病 而且病得很厲害 到了氣息陷陷的地步 幸虧遇到一位高明的醫生 這位醫生誠懇地告訴他 孩子 你太憂鬱了 你的病很大程度是心理因素導致的 我們能不能來過分工合作 外面的病由我來自 心裡的病由你來自 這番溫暖人心的畫骨沒有了他 他開始樹立信心 積極樂觀地配合治療 很快把腎病給治好了 這件事給了他一個強烈的念 G 心態健康最重要 中醫認為 人的異常情緒反應 會妨礙臟腐的功能活動 表現在五字 冒起思憂恐 影響五臟 乾心皮揮腎 即怒傷肝 喜傷心 思傷皮 憂傷肺 恐傷神 具體來說 就是慰怒過度會好傷肝氣 喜笑不憂會好傷心氣 思慮過度會好傷脾氣 憂傷過度會好傷肺氣 恐慌過度會好傷腎氣 正因為如此 將從原態度還的這種受情致因素困擾 而加重的疾病不緊要致病 還須療心 也就事說 要及時拘除心靈的霧霾 只有相管時下 才能治癒疾病 由此看來 養生也離不開養心 善養生者不但要強壯體拍 調和陰陽 保憶狀苦 及時治療小病初病 也應善於調節自己的情緒 只有這樣 才能有助於藏苦功能活動的正常運行 如何調節好自己的心態 不者認為 首先 應精心閱讀周恩來 釋迦謀尼 德蘭壽女等道德皆無的傳記 立大志 歡空懷 金奉獻 其次 每天還讀古今宗外有關圖野情操的格言 以理想信念囂貫自己 修剪自己的心靈殘滋 使自己擁有一伙平靜的心 第三 減少對名如 金錢 物質享受等的追求 生活樸素 低調做人 第四 在生活中遵循多寫小取的原則 積極回歸他人 用愛心滋潤自己逐漸呼毀的心田 之間 朱風